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回来看 到底在录像艺术的分类上面 这种新媒体的录像艺术当中 我们可以分成 几乎分成这七种 而各位今天若是有空 你去看这个录像双年展的 这个精华版的话 可以说几乎都含瓜在这个里面 有几个没有办法 是因为当然跟费用 跟艺术家的作品的材料有关系 所以我们没有拿过来展览 第一个 录像艺术的发展 它让电视机走入了美术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各位去美术馆 你可以发现现在 去美术馆看展来 已经都不在看画了 我们都在看电视 你看这些国际大展 每个都是电视机 它起了一个这样的革命作用 我们说录像艺术 第二个 毕露的装置 我们刚刚提到了这种影像的 再来 荧幕本身它变成一个物件 像电视机 它变成了一个雕塑屏 它变成了一个物件 它不再是电视 它只是那材料是电视 就像是我们看雕塑屏 你看到其实不是石头 你是看到是一个 比方说维纳斯女神的雕像 电视变成一个物件 单屏 什么叫做单屏 Single channel 你看到就一个电视 那个叫单屏 当你看到两台电视 并置在一起播作品 那叫什么 双屏 三台以上 就叫做录像装置 我们刚刚看到的 百男准的这个作品 都叫装置 甚至录像作品呢 有很多的表现形式 很多人 待会我们可以再来讨论 很多人对于录像艺术的内容 到底我们怎么来做区隔 我先把一个问题丢给各位 你觉得录像艺术跟电视节目 跟电影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李安的电影 不能叫做录像艺术 为什么侯孝贤的 风贵来的人 不能叫做录像艺术 为什么白男准说了东西 就叫录像艺术 为什么 录像艺术很多 你去看很多都简介 没关系 我们待会再一起来讨论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 还有录像艺术 很多部分跟记录都有关系 因为我们说 这个五六零年代之后 很多的艺术它做了跨界 尤其它跨界到表演艺术 你不记录 你就再也看不到了 所以很多录像艺术的一种内容 它跟纪录片会有一些关系 也让各位了解 你去那边看 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是纪录片吗 还是它叫录像艺术 我们都可以待会再稍微讨论一下 我们刚刚看到了 可能两三台以上的电视 我们就叫它做 装置 这都是一台一台的电视 有没有看到各位 电视 这非常经典的 白南准的录像 雕塑 这边这个大提器 这是一个装置 这个叫Plexi 用这件作品 它做了一个很大的水车 可是水车它这个地方 一般来讲 我们都是要装水的 它把那个装水的地方 转变成荧幕 里面都是用水 水的影像 甚至有像这个 Tony Oostler的作品 它用影像 录像的作品 投射在空间当中 有没有看到 大家看到 像这件作品也是很经典的 它会先做好 一些人形的雕塑 然后把影像投射在 这个每一个雕塑的脸上 然后你就看起来 这个雕塑好像都在讲话 还有它投射在这个树上面 还有在这个角落 有没有看到 都有看到一些人的脸 这个艺术家就结合了更多 我们可以看到 录像艺术的发展 从我们刚刚看到 其他几个科技艺术到 录像艺术从单屏 从现有的电视发展到 它开始运用 它本身的特质 跟不同的媒材结合起来 甚至有些艺术家 它跟空间结合起来 比方说像这栋大楼 它就把每个大楼的窗户 做成一个投影萤幕 所以从外观看来 这栋大楼好像就变成了 一件有趣的艺术品 我们刚刚看到三品 录像作品也可以这样子投射 它三个投影机 一起把它呈现出来 好 这个是我在2003年 在台北东区做的一个展览 当时我邀了16个国家 45位艺术家 将近100件的作品 在整个台北东区展出 当时它是台湾第一个 以录像艺术为主的 一个大型的连展 我们运用了台北的空间 从夜店 法廊 服装店 书店 各式各样的餐厅 我们把这个 因为在台湾在2000年左右 也开始大量地运用投影机 在许多的空间里面 所以也让空间 有了更多的实验性 我们在这里面 放置了非常多有趣的作品 也去刺激消费者 或是空间的使用者 对于这个作品的认知 跟欣赏 这个是艺术史上 各位也一定要知道的 一位艺术家 叫Bill Viola 他的作品呢 长期以来都是运用 非常的优雅 古典 但是他用的概念 就是用科技的方式 来表现出来 比方这件作品 非常清楚的 它具有强烈的哲学意涵 为什么 水火同源 他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水跟火 我来看这个 我们这个 YouTube上面有没有 我觉得应该来讲 是比较难的 因为这个可能有些 都牵涉到版权的问题 他最近正在巴黎 做他的回顾展 这也是20世纪艺术史上 最重要的录像艺术家 我们说若是白南权 是录像艺术之父的话 Bill Viola 就是将录像艺术发展到极致的一位艺术家 我们可以以他 为了一位一位 一位艺术家的艺术家 一位艺术家的艺术家 他在建设设计 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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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的環境 你叫它 平板的 电视剧 电视剧 工作在节奏 芝士 和《祖宗室》 这些都在四十年了 我说 他的艺术家 这些作品能够介绍作为观众的词词 这个比较像是在介绍他 我想我们来看一件作品 最直接就可以了解他的作品 当然是必须要观众每个观众 我们希望每个观众都会 在自己的路上 我们会留在这些作品 好 我们看这件好了 这个还好 这个也要九分钟 我们快速看一下 他的作品一直跟时间有很大的关系 他的作品里面会把时间 会让你感受到的时间 我们有的时候 我觉得这艺术非常有意思就是 他强迫人慢下来静下来 你唯有停下来 你才能看到很多的生命当中的细节 这是他作品当中很重要的一个 我认为很重要的概念 这也不是他的录像 这都是他的制作过程 所以我说 这边要找他的影片其实蛮难的 这边要找他的影片其实蛮难的 对无聊 我一定会有这些人 我们等到顺利